除了我以外,我认为大家都不喜欢蜘蛛。 我的专业是生物和中文,但是我想为了研究蜘蛛变成科学家。 我小的时候,很多人觉得我很奇怪,因为他们怕蜘蛛。 为什么?我会告诉你三个原因。 第一,很久以前,我们开始讲很可怕的关于蜘蛛的故事。 它们非常危险。有一天,我看到一只蜘蛛,它大了很,那放我哭了。 那只蜘蛛吃了一只很大的鸟,所以它们也可以吃人。 这个故事不是真的,但是还让大家很害怕。 有的蜘蛛吃鸟,可是当然它们不吃人。 第二,讲故事以后,我们也开始做蜘蛛的恐怖片。 在电影里,蜘蛛有大有可怕。 它在城市上走,什么人都吃。 电影不是真的,但是无论是不是真的,电影都让我们害怕。 第三,很多人从他们的父母和别的人那里,知道蜘蛛不怎么样。 比如说,你妈妈在厨房一边做饭一边唱歌,然后她看到一只蜘蛛,所以她喊,你爸爸杀死了蜘蛛,还有你学到一个东西。 蜘蛛很危险,也很坏,所以你应该怕它们。 恐怕我们的故事让很多人对蜘蛛没有兴趣,还有很多人太可怕了。 我希望你们都可以懂为什么我非在乎蜘蛛不渴,也可以考虑为什么蜘蛛不见得很坏。 蜘蛛奇怪是奇怪,可是它们有很多好处。 比如说,因为它们吃坏的东西,所以它们帮我们的地球,也让我们的吃的东西很健康。 要是我们没有蜘蛛,我们也不会有饭。 除了帮我们以外,一般来说,蜘蛛也不危险。 这就要看是什么蜘蛛。 在美国,我们没有危险的蜘蛛,所以你别担心。 对我来说,蜘蛛比较漂亮,特别是捕鸟猪。 什么蜘蛛都看起来不一样。 它们可以是蓝色,紫色,长色,什么的。 这只蜘蛛的屁股看起来像一只老虎,太酷了。 我也觉得蜘蛛走路的时候,它们看起来很漂亮。 因为我喜欢蜘蛛,所以我有很多蜘蛛书。 我用这本书画蜘蛛。 对我来说,蜘蛛非常重要,所以我常常喜欢画它们。 另外,蜘蛛住在很多地方。 比方说,有的蜘蛛住在沙漠,还有有的蜘蛛住在树上。 有的蜘蛛也可以游泳,有的可以飞。 什么动物都没有蜘蛛那么酷。 这是我的蜘蛛,还有我有八只。 你看,它们很轻松。 我八岁的时候,我父母给我卖了这只蜘蛛。 我跟它一起长大。 它是一只很好的蜘蛛。 再说,这只蜘蛛是蓝色的。 它非常漂亮。 虽然,很多人怕蜘蛛,但是它们也怕我们,所以我应该慢慢地把蜘蛛放在我的手里,要不然它会太害怕了。 它很可爱,对不对? 它的眼睛小小的,可是它的屁股非常大。 无论你喜不喜欢蜘蛛,我都希望我说得有道理。 无论你觉得我奇怪不奇怪,我非爱蜘蛛不可。 我希望你们也可以欣赏蜘蛛。 如果你有问题,你什么时候都可以问我。